HELLO 我是阿怪 今天要來介紹代號長板波 代號長板波是一款三國題材的 無雙動作手機遊戲 故事的背景設立在中國東韓末年 據路人張角所領導的大規模報名 也就是歷史上的黃金之亂 玩家將扮演中山晉王劉勝之子 六輩劉宣德 幫助朝廷解決反抗司令 並且匡富憨事成就一番八頁 戰鬥採用的是3D動作玩法 遊戲的畫面感覺起來有點像是 真三國武裝系列 不過遊戲的畫面真的還算不錯啦 在戰場上的光線折影的效果 真的都還蠻顯實的顯現出來 比起一般的動作類型遊戲來說 算是還不錯的程度 高度還原了廣闊的三國戰場 同時可以容納超過百位以上的人物 真正實現了一騎當千爽快的戰鬥體驗 而武將的部分 每個人可以使用三種技能 兩個是普通技能 還有一個是打招技能 大招技能是需要CD時間的 每次使用出來畫面周遭的場景都會改變 而且一次可以攻擊大範圍的敵人 而遊戲中有非常多的武將 雖然每個武將都有點像是真三的外型 但是在遊戲中製作了一些比較不常見的耳流武將 像是文丑、華雄、炎梁、周昌等人物 還算是蠻用心的 而且待後面得到其他人之後 就可以安排三位角色上場 而且還可以隨時切換武將 而遊戲中蠻多地方都還蠻右心的 現在遊戲中加入了很多QTA的玩法 在表現的不好的時候也會影響遊戲的劇情 另外在戰場上也有層內的設施 玩家可以在層內進行的走動 甚至於騎馬都可以 另外也會有關職系統 關職越高對於戰隊的屬性增加就越多 而在遊戲中最喜歡的兩個地方 就是在戰場上不僅僅只有戰鬥而已 有時候還會添加一些小遊戲 重點的是這些都有技能可以使用 而另外的話就是遊戲中對劇情算是非常認真 每一段章節都有動畫 搭配了超過20小時的即時渲染CG劇情演出 真的會讓人家很容易沉浸在這三國世界裡面 目前遊戲是測試當中 那我們看一下遊戲的畫面吧 我們要開始 我們今天要玩這款遊戲叫做代號長板坡 長板坡很明顯的就是三國時期造於七進七出嘛 那我們今天玩這款遊戲它就是三國一類型的遊戲 哇大家可以看到這畫面真的還不錯耶 有一種那個三國無雙的感覺 雖然沒有到就是這麼好 但是我個人認為已經還不錯了 我們先玩玩看吧 最近蠻多三國遊戲的那種動作類型遊戲要出了 像前陣子這一陣子還要出一個什麼三國在戰嘛 所以三國還是 永遠不會熱門的 永遠不會人掉的 但是也是非常多就是 份Game爛作的一款遊戲啊 那這款遊戲算是ARPG類型的 嗚~~ 如果這時候PG弄一個真三國無雙應該很爽 嗚~~還不錯耶 各位有感覺到嗎 我們先往前上走走看 而且那個人是長腳對不對 就到了 我先講一下我覺得畫質一定沒有那個三國無雙系列的好啦 畢竟三國無雙它是光榮旗下作品 然後又這麼多的資源去做 所以因為這個遊戲我感覺起來目前還在測試 所以還不知道它的那個製作公司是什麼 但我個人認為 目前做到這個規模我覺得好像還不錯耶 好像還可以耶 然後那個光影效果 應該也是Unreal Engine引擎去開發的 但是 一定沒有這麼的細緻啊 就是如果要講得很細啊 一定沒有什麼 可能不能爬坡啊 或者是有很多技能這樣 可能就是三四個技能這樣用 然後加一個大招之類的 我猜啦我自己猜啦 我自己猜的 我靠好多弓箭手 然後 蠻爽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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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個三多技能了 然後其實如果這種遊戲啊 做不好就會變分game 但目前我感受度來講 我覺得還蠻爽的 就如果我自己的話 我可能會想玩 那我覺得他那個俯瞰的視野有點 不是那麼好控制 我等一下再來去設定看看好了 跳下去嗎 動畫嗎 啊 我二哥來了啦 惡帝 我惡帝 天下無敵 嗯 看 我以為那個會把他打掉之類的 空腹漢式 跳躍 哇還加這個效果不錯 跳躍 QTA玩法 最近對手機的要求比較沒有這麼的 呃要求了 畢竟手機遊戲就比起我們家機啊 PS5啊等等類型的 就是沒有這麼好 我們只能這樣講嘛對不對 喔 抗龍優惠 欸 盾什麼盾啊 我二弟天下無敵 太浮誇了 好啦我認為其實還好啦 但是但是 可能是心中覺得沒有這麼好 但沒想到 比心裡想到的還好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還不錯 因為我認為原本可能只是一個 就是畫質不夠好的 就是 ARPG類型遊戲 要擊敗 這個叫做波彩的 黃金賊 不知道我二弟天下無敵嗎 這梗可以用很久 而且他有吸收對方的衝擊耶 阿 因為這第一 我不知道是第幾版測試 因為我這一次測試他連前頭的動畫 然後包含語音什麼都沒有 所以我個人覺得說 接下來如果後製把它做好優化好之後 要正式上架應該會蠻好的 好我們現在用到張飛了 哈哈哈哈 哇有浮誇耶 以為是就是 沒這麼好沒想到做還不錯 哇我二弟天下 哎呦三弟 哇 幹什麼幹什麼 大怒吼 好大招來了 大招你看露出真面目了 就是沒有那麼好 大招就露出來了 屍吼弓啊 閃啊 屍吼弓 我閃 閃 閃進去 喔還有那個衝門車耶 衝那個城門的那個車子 那個時期三國時期好像沒有這種東西耶 那比較後期 後期一點的作戰 我可是大耳賊啊 我大耳賊這個梗 可惜如果之後有雨應該會很棒 好 好了在花了一些時間下載之後 終於好了 那剛剛那些人物其實 都只是讓我們 看看而已 沒有辦法真的下載 沒有辦法真的選擇 我當初還以為可以選擇 那他是有點成績 我們剛剛在玩那個 打那個黃金賊的那個劇情 我就是三中競王之後 我打算有匡復憨事啊 可惜沒有雨 這時候應該有一個雨 看他有個亂碼耶 你剛剛有看到嗎 我剛剛看到亂碼耶 呵呵 欸他不讓我自己動 我們先看一下設定 算了還是等於自己走 不過我還是想享受一下那個 劇情跟那個感覺 雖然我覺得畫質沒有到很好啦 不過我覺得有些的光影效果 那個加持下面 是有達到我心中的想法 而且還比較高 然後加上跟他玩的時候 那個大招感覺還蠻有快感的 所以我覺得是可以拿來 就是大家五閒俠之魚玩一下 好這段那名語音可惡 喔經典的 我自己配 不過遊戲的人名字好像不能取耶 我那個人名好像不能自己取自己 感覺要直接去打 欸可以了可以取名了 欸他這個都只能這樣點 他不讓我現在選耶 你看我點旁邊他不讓我選 稍後騙個可惡 我剛才似乎有看到 少當良知啊 算了 嗚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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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還有動畫耶 他的語音要是配上光榮 我會覺得好像是真山果武雙 三或四或五之類的 好啦如果真的是三或四或五就算了 結果可以理解我們那個 那個3或4或5的那感覺 還是蠻爽快的 然後我旁邊的 他們兩個我好像沒辦法切換也沒辦法用 看來就只有當隊友的份了 飆悍 我覺得聲音有點小 我把聲音快帶一點 曹操 三個人有屁用啊 跳過好了啦 200多連擊也太強了吧 盾牌軍 盾牌軍 他還會擋耶 這時候董卓他是好的 他應該不是說好 他算是那個 還在討伐黃金賊的那個地方吧 欸不是喔是討伐河衝喔 是河衝嗎 河淨 說錯了是河淨 河衝是 金庸人物 講太快 所以現在的話還是一樣在黃金 我剛才以為在那邊已經打完黃金了 我打地公 人公 地公好了 他可以選耶 所以兩邊去 我猜兩邊的那個關卡會不一樣 喔 兩邊的人物還不一樣喔 兩邊的人物還不一樣喔 滑熊 斬炎亮才對 其實真的還蠻有趣的 他做的一些動畫 我是覺得 還蠻有特色的 這個人是張寶嗎 張寶出場還蠻帥的 每次看都覺得很誇張 浮誇 你這個敲狐柔的 來 有看過一個從天而降的刀法嗎 浮誇 跳什麼舞啊 八家將喔 八家酒喔 沒喝過這碗酒喔 所以如果是人公將軍的話 那邊應該張飛在打的 我自己猜想 有我三帝 我三帝 天下無敵 那我二帝才對 哇 好玩 我二帝才對 只有三帝才對 我三帝這樣 你好 風 你會離我 哇 那個感覺還不錯 還那個殺的感覺做出來 然後動畫超多的欸 動畫超多的欸 因為這個其實很耗時間欸 怎麼會懶惰一點遊戲就盡量 一場就做一點點這樣 我惡帝天下無敵 用吹的可以幫你吹掛 火龍的咆哮 猛將等級了 來啦 我們先來找一下我們這個人工將軍 這麼強 吹死你 來一個大招 吹死你 吹死你 欸很認真欸 然後我手機有點發糖 我們看一下我們現在可以 你可以成熟機 對,人物做養成,可是我剛剛看了我有兩個人 虛速 不過我覺得這款遊戲做出有幾個人物是那個珍珊果物裡面沒有的 我們先來看一下,他又不讓我按 是不是故意在城內不讓我們走動啊 動作好胖喔 進去 幹 竟然叫我去修 我們可以走了 好 我們現在去找曹操是不是啊 我覺得在裡面有點可惜 因為在裡面啊 他是不讓我們那個 自己走動的 應該在教學 我覺得這雙應該是可以趕快把那個 天公將軍幹掉了 真的很用心耶 我的用心是指說 像這樣的遊戲 他其實不會做到那麼多動畫 就一小段一小段都有動畫 除非 就是我會覺得 算這個等級應該算是 還蠻不錯的大作 以手機類型來想 不能拿那個加金龍等級比較厲害的來講 但是說要 說糞嗎 還是 對啦 沒有到很好就算了 沒被人家斬過對不對 可以切換了可以切換了 但我還是想要這個啊 好啦 換一張爺爺 切換人之後要十幾秒才可以用 切換人之後要十幾秒才可以用 喔 什麼啊 嘿 嘿 喔 不管啦 直接打就好了 那邊什麼規模啊 就讓你看一下 本天師的實力 我靠 哇 你要換一下換一下 我可是大漢 欸 是這樣講嗎 堂堂 堂堂什麼 大漢皇叔 大漢皇叔 哇 堂堂大漢皇叔 來 田狗將軍 來 田狗將軍 破甲了 破甲了 哇 哇 他放大招了啦 田狗將軍 他打碎了一些喔 還殺一個嗎 還殺一個嗎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他血有六條耶 怎麼多啊 他血太多了啦 來啦 空腹漢式 大漢皇叔 來啦 我惡地天下無敵來了 我惡地天下無敵 欸 有語音了 剛剛講天道不公啊 好了 QTA去了 回來了